兩廳院歌劇工作坊今年邁入第十年 去年度再度征選新學員 準備在今年七月上演 鴻伯定克最筷子人口的作品《糖果屋》 搭配跨縣市的場地演出 還有德國導演佩塔穆勒的指導 還有國內各地優秀的青年聲樂家 共同演繹這部作品 那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第一次泡栓盈域 未來不只是在跟下一線 也能夠跟西北這邊有密集的合作 那這一次今年的演出 《糖果屋》是一個舊戲 可是我們在團隊裡面 我們完全是新的成員 歌劇工作坊今年其實另外又招出 在去年我們也有招收另外一批的生理軍 那我們也希望說 把一個定劇目能夠更長演 然後大家可以培養更多的工作經驗以後 我們再往新的劇目去開發 那這個今年就是 我們非常非常高興地順利進去加入 傳說中在黑森林裡住著一位壞巫婆 用糖果與餅乾蓋了一間屋子 專門誘拐小朋友成為壞巫婆的點心 根據《格林童話故事》改編 這場魔幻的糖果屋故事 加上優美的聲樂成為一場令人期待的表演 這次小孩子就一直要報名 因為我們是才自由的 因為要集訓 要加烈 要排各方面的時間都要配合 因為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並不是一個收費的團體 可以這樣講 然後家長必須是義工 那我們沒有專職的人員 那我們是這樣子一路的走過來十幾年 就是為了希望能夠把音樂 能夠留在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糖果屋》是一部後浪漫主義歌劇 劇中優美的旋律 以及曲調豐富的感染力 營造出奇幻瑰麗的童話氛圍 非常適合大人和小朋友一同觀賞 兩庭院歡迎對聲樂有興趣的朋友 一同來欣賞這場可愛又浪漫的童話故事歌劇 記者問君採訪報導 中佳有興電視 熊精采